欢迎来到本期的历史揭秘档案 我是你们的历史顾问老白 中学时期 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的名字叫做 卖油翁 这篇课文讲了一个简单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那就是熟能生巧 卖油翁可以将油倒入桶内 但却还可以通过一个铜钱中的小孔 这让当时的状元狼陈瑶兹非常的震惊 陈瑶兹在这一段时间 陈瑶兹对于自己的射箭的能力非常的自信 常常能够百发百中 但是他居然输给了一个以打油为生的卖油翁 然而殊不知 欧阳修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原文中最后还有一句是 死于庄生所谓解牛灼伦者合意 这句话才是文章最后的结尾 而少了这一句话 全文的意思就千差万别了 中学老师自然知道 卖油翁这篇文章并没有结束 但是他们却没有将真实的文章结尾告诉学生 可能也是觉得没有必要吧 但是 欧阳修收录的这个小故事 却是为了揭露当时的社会现象的 刨丁解牛和卖油翁的熟能生巧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齐桓公和扁伦却并不是一个意思了 宋朝是一个众文轻武的朝代 虽然宋朝的人文经济很发达 但是最终宋朝的负面同样也是因为不重视武将 外敌入侵的时候 宋朝根本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而陈瑶兹又是一个以文文明天下的状元郎 虽然他喜欢射箭 但是射箭属于武力 是相当令人不耻的 不仅武将 包括卖油翁 同样也是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人 虽然人人应该是平等的 但是因为他们的出身 他们从事的工作的不同 仍旧被分为了三六九等 欧阳修为了批评这种文化现象 特地将陈瑶兹和卖油翁放在一起比较 看完是不是发现 比我们所以为的卖油翁这篇文章 有了很大的出入呢 好了 本期就到这儿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正 我们下期再见